昨天和刚刚从单位退休的王叔喝茶聊天 受益匪浅 王叔今年60岁了 在单位浸淫多年 经历了许多人事纷争 也修炼了一定的城府 在单位多年 在人际关系上 王叔可谓如鱼得水 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倒翁了 王叔告诉我 年轻人适当参加一些饭局 很好 可以增加人际关系 增加人脉资源 对自身的发展 总有有益处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 请你吃饭你都要去 这几个人请你吃饭 往往暗藏玄机 我们要注意辨别和提防 能不去的就蜿蜒谢绝吧 第一种人 从来不请客的人请你吃饭 要注意提防 王叔说 在我们身边 有这样一些奇怪的人群 他们似乎从来不请客吃饭 也很少参加饭局 看起来 他们做人比较低调 而且不显山露水的 表现得有些特立独行 但是这些人 又往往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 他们虽然比较低调 其实他们是在观察 是在为自己牟利 所以这样的人 是轻易不会吃亏的人 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 这些人就可能会跳出来 为之的利益站台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这些人不会马上和人翻脸 而是找一种比较中性的方式 来笼络人心 来寻找帮手 为他们的利益站台 这些人会通过一些渠道 找到某些有身份的人 安排一些酒局饭局 来邀请身边的人来聚会吃饭 然后在饭局中抛出选项 让我们为他们站队 或者牟利 一旦利益到手 这些人又迅速地消失在前台 继续过着假惺惺的低调生活了 所以 对这些从来不请客吃饭的人 安排的饭局 我们要注意提防 能拒绝的 就蜿蜒拒绝吧 第二种人 从事灰色行业的人请你吃饭 要注意提防 王叔说 做人最害怕走错路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一朝走错 满盘皆输 很多人 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本来顺风顺水的 事业做的是风生水起的 但是 多年以后 在某个人的嘴里 我们却突然听说到了这个人成为了非常落魄的人 甚至是到处躲债的人 究其原因 就是这些人 走错了路 从事了不该从事的事情 结果误入歧途 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 而误入歧途的人 往往是被一些从事灰色行业 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业的人拖了进去 结果无法收手 难以自拔 然后 自己的事业 一败如山道 这样的人 在我们身边 不在少数 而这些 被人拉进人生陷阱的人 也往往是因为自己不注意提防 被那些 看似豪爽大气 看似是金钱 如粪土的人 拉进了一些不该参加的饭局 酒局中 在纸醉金迷 在酒精的刺激下 渐渐蜕变的一种过程 所以 做人 要避免自己不走歧途 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懂得 提防身边的这些 从事灰色行业的人群 不参加这些人的饭局 酒局 在时空上 拉开彼此的距离 才能避免 我们深陷泥潭 不可自拔 第三种人 对你有非分之想的人 请你吃饭 要注意提防 王叔说 人活着 面对诱惑 最难控制自己的 一个是权钱 一个是美色 一个人 有了身份 有了地位 就一定要懂得警醒自己 要注意 不要被那些 对我们有非分之想的人 拉拢 利用 成为他们牟利的工作 俗话说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在人际交往中 当我们有了身份 有了地位 就要懂得守住自己底线 不要被那些一些 想利用我们地位牟利的人看重 参加了他们精心设计的饭局 从而渐渐地被他们所利用 从而成为他人的工具 同时 作为一个有身份的男人 或者有一定美色的女子 更要注意 提防身边的异性 那些对我们有非分之想的 喜欢风飞蝶 五柳色 青青的异性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 提防之心 是很容易被这些人 捕获的 一旦我们陷入了这些异性 精心设计的桃色陷阱 轻者家庭离散 重者人才两空 甚至人生陷入困境 那就得不偿失的了 所以 对我们有非分之想的人 请我们吃饭 我们一定要警醒自己 注意提防为上 朋友们 在我们身边 还有很多人 是值得我们 好好交往的 那些友好的同事 那些知心的朋友 那些热情好客的邻居 等等 和这些人来往 我们心无芥蒂 即使参与他们安排的 一些酒局饭局 我们也是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而对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安排的酒局饭局 我们却不得不 注意提防 避免我们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成为他们手中的 一枚棋子 那实在就是我们 走出自己人生的 一招挫手的了 人过五十岁 戒掉四欲 你的好日子就来了 一 引言 罗曼 罗兰说 人生不发返程车票 一旦出发了 绝不能返回 欲望就像绳子 可以牵着你走 若不好好控制 它会带你走向陷阱 走向悬崖 让你万劫不复 人到五十岁 是人生的分水岭 若到五十岁 还没有修炼出 如何控制欲望的本领 人生很有可能 出现重大危机 生活 需要有节制 更需要懂得 未雨绸缪 人过五十岁 戒掉四欲 你的好日子就来了 二 戒掉物质欲 别再挥霍金钱 钱 是生活的基础 更是一个人 获得安全感的来源 马克 土温说 如果你懂得使用 金钱是一个好奴仆 如果你不懂得使用 他就变成你的主人 到了五十岁 要戒掉高物质欲 因为赚钱的速度 开始下滑了 控制花钱的速度 别让自己入不敷出 喜欢挥霍金钱的人 很多东西买回来 只在家放着落灰 可以考虑一下 什么是必需品 什么是为了爱好 而花钱 什么又是一时冲动 或花了钱 并没有做有价值的事情 日常开销是必须的 人情离网也少不了 不健康的花钱 习惯都要改掉 不要进行无用的社交 不要买可有可无的东西 赚到的钱 一部分用于学习 一部分必须存起来 不追求面子 不炫耀自己的吃穿用度 踏实的过好日子 为将来做好筹谋 三 借掉情感欲 远离婚外爱情 人到五十岁 守住家庭 就是守住自己的幸福 桃行之说 爱情之酒甜而苦 两人喝 是甘露 三人喝 是酸醋 随便喝 要中毒 无论婚姻多么平淡 不要去触碰婚外的爱情 戒掉自己的情感欲 对婚姻不满 不要在婚姻之外找寻慰藉 婚外的爱情 再美好 也不过是饮鸩止渴 自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和谁在一起 时间久了 都会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 到了五十岁 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有了稳定的生活 别因为一时冲动 又或者不甘于寂寞 而踏入婚外爱情的路程 如若随便陷入一段婚外的感情 你不但会失去爱人的心 还会失去婚姻 甚至让子女瞧不起你 到了晚年 健康的家庭体系 健康的家庭关系 都是你的依靠 都是你获得幸福的源泉 四 借调权利欲 精力有限学会放下 人生一辈子 活着要量力而行 到了五十岁 要借调权利欲 别在欲望中 忘记出心 狼牙榜中的良地 长天下主权 身在高位 极贤度能 不惜伤害至亲好友 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年纪大了 能力和精力渐渐跟不上 但她仍然不肯放手 害得子嗣相互残杀 冷漠得没有一丝亲情 儿子都不合她一心 非凭名争暗斗 对她也是算计利用 无一个是纯粹的爱她 她斗到最后 一败涂地 不得不跌下神坛 此时才惊觉 自己已然重叛亲离 一无所有 年纪大了 要懂得改变心态 不要再有太强的控制欲 懂得平和自己的心态 功名利禄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到了五十岁 精力有限 别过度消耗自己 别让自己迷失在欲望之中 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再逞强 保养身心 快乐长寿 才是福气 五 戒掉宫廷欲 与自己和解 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有绝对的宫廷 工作上受欺负 生活中承受着太多的压力 人生路走得十分艰难 被诸多所是束缚 遇到不宫廷的对待 有的人很想讨个说法 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 都要让曾经伤害过 他的人受到惩罚 可就算是伤害过 你的人受到了惩罚 你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只是让他的日子不好过 对自己而言 除了出口气 没有太大的意义 有些事不如放下 戒掉自己那颗公平欲 接纳所有的失败和挫折 生活反而会好过很多 时间宝贵 精力有限 爱自己 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人生好坏 在于自我 一步走错 就没有可回头的余地 攒下钱 那是自己的底气 雇好家 那是自己的退路 晚年回归田园 是种福气 不钻牛角尖 大度一些 不恨不愿 是为了成全自己 生活 在于你自己如何去选择 人到晚年 好好规划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活得从容 活得自在 活得精彩 凡事皆有因果 万物都有轮回 凡尘俗事 命运浅全 有的必有失 有失必有德 万事万物 都有自己的宿命轮回 我们失去了某样东西 就会有另外一样东西 来补偿我们 我们的生活 不必着急 命运总有轮回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上天总是宫廷的 他不会辜负 每一个善良的人 人在做 天在看 做了善事的人 上天会怜悯 做了恶事的人 上天会惩罚 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在无边的轮回里 无论自己走向哪一条道路 都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我们做人 不要轻易欺骗别人 更加不要轻易伤害别人 要知道 凡事都会有因果 种下了恶因 就会结出恶果 最终自讨苦吃 人活一辈子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更加没有无缘无故的缘 今生今世 我们会和谁遇见 我们会和谁相爱 我们会和谁一起白头偕老 都是宿命的安排 谁也无法摆脱 谁也无法逃避 前世今生 因果相连 种下什么因 就会结出什么果 为人善良 上天就会有福报降临 为人恶毒 上天就会做出惩罚 一切的结果 都是自己种下的因 都要自己来承担 一 懂得感恩 才能结下善缘 人活一辈子 因果有轮回 善恶中有报 我们的人生 需要保持善念 需要需要懂得行善 因果报应 向来应验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们做人 要懂得感恩 要懂得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每个人都有捉襟见肘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刻 那些在我们人生低谷中 帮助我们的人 就是我们的贵人 对待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贵人 我们要懂得存一颗感恩的心 即使自己没有能力 马上报恩 也要将这份恩情放在心上 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用最真诚的心去报答 懂得感恩 就是人世间最大的善缘 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 别人并不是一定要帮助你 但一旦你接受了别人的帮助 就要将这份爱心传递下来 将福报一点一点的积累 只有懂得感恩的人 才能结下更大的善缘 别人才更加愿意和你交往 如果总是忘恩负义 如果总是有恩不报 甚至恩将仇报 那么就没有人会再来帮助你了 从此人人对你避而远之 二 修好本心 才能得到收获 人生在世 就是一场新的修行 修一颗善心 保持一颗初心 忠于自己的本心 无论自己的生活如何 我们都不应该去责怪别人 更加不应该埋怨这个世界 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是自己种下的因 都是自己内心的应兆 善恶都有轮回 你做过的善事 都是在积累你的福报 你做过的恶事 都是在消耗你的福气 别人若是亏欠你 上天必然会在别的事情上归还你 坦坦荡荡做人 上天会眷顾你 阴险狡诈做人 上天也会嫌弃你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福气 自己身边的所有东西 都是自己的心修来的 善良的心 能够带来好的人际关系 宽容的心 能够带来轻松的生活 坦然的心 能够带来自在的人生 内心越是简单 看到的世界就越简单 内心越是善良 整个世界也会更加美好 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要听从自己的内心 更要用真心去对待 无论对方如何 自己都不要失了心智 坏了自己的善念 人生在世 修好本心 你想要的东西 自然会来到 保持善念 不忘初心 一切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三 凡是皆有因果 万物都有轮回 人生中的每一条道路 其实都是环环相扣 你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以后就能得到多少的回报 你走了多远的路程 也会失去多少的年华 人生需要沉淀 人生需要坦然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果的轮回 我们所有得到的东西 都是命中注定 我们所有失去的东西 都是命运安排 属于你的 永远都在 不属于你的 半点不得 不要抱怨命运的不公平 也不要埋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情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都有属于自己的困难时刻 关键要看自己的心态 要知道所有的结果 都是自己种下的因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都要懂得原谅自己 不去责怪自己 路走错了就改正 心想错了就修正 也许不能挽回 也能及时止损 天理循环 终有定数 我们做人做事 保持善念 善良做人 种下善良的因 得到善意的果 凡事皆有因果 万物都有轮回 愿你我共勉 人 身体好 一切就好 一 身体好 命就好 其实 看一个人的命 好不好 其实 最重要的 就是看这个人的身体 好不好 如果说 你的身体很好 哪怕你没有 很好的命 但是 你可以经过 自己的努力 通过自己的拼搏 你也可以改变 自己的命运 但如果说 你的身体不好 哪怕你有 很好的命 但是 你也无福消受 所以啊 很多时候 有好的命 不如有好的身体 等你有了好的身体 你就能够享受 你该享受的 哪怕当下的命运 并不是很好 哪怕当下的命运 正遭遇人生低谷 哪怕当下的命运 正在遭遇人生挫折 但那又怎么样 只要有好的身体 那一切都不是事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可以创造你美好的命运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可以远离 那饱受精霜的命运 人呐 命好不好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好的身体 是你的福分 好的身体 是你的资本 好的身体 是你的运道 不要再因为命运 而自怨自艺 因为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比什么都重要 最主要的一点 拥有好的身体 就等于拥有好的命 愿你能有好命 愿你拥有好身体 愿你富贵 愿你平安顺遂 二 身体好了 就有革命的本钱 很多时候 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想要变得多么好 那都是空想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做资本 你拿什么来奋斗 你拿什么来拼 很多时候 你之所以很幸运 很多时候 你之所以有福分 很多时候 你之所以很成功 就是因为 你拥有一个好身体 一个好的身体 能够让你实现梦想 一个好的身体 能够让你远离糟糕的生活 一个好的身体 能够让你如愿以偿 一个好的身体 能让你事事顺心 其实说白了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可以去任何一个 你想去的地方 你也可以陪着你爱的人 过好你们的舒坦日子 诚然 拥有一个好身体 多么的重要 拥有一个好身体 多么的幸福 拥有一个好身体 多么的幸运 为了你的理想 为了你的梦想 为了你爱的人 为了爱你的人 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好好地疼爱自己 好好地爱护自己 为这所有的一切 做好自己 成为一个 有资本的人 你的未来 终究不只是未来 而更是闪闪发光的当下 三 身体好 人生就好 其实这一个人的人生 好不好 很多时候 不取决于他的能力 不取决于他的智商 不取决于他的社交能力 而是取决于他的身体 好不好 想要自己的人生道路 能够顺 想要自己的人生道路 能够走得更远 那无疑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就不会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奋斗了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力气去努力了 很现实啊 那些有辉煌人生的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的身体 他可以做他想做的 他可以完成他的理想 他有机会 他有动力 还有力气 任何困难 对于他来说 都不是困难 因为好的身体 永远是他前进的动力 永远是他精神的支柱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就等于拥有一个好的人生 其实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个好的人生 那前提是你必须就得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这样你的未来才有保障 这样你的人生才会有可能变得辉煌 变得灿烂 四 身体好 日子也顺了 你知道吗 当你觉得自己的日子不顺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你自身出现了问题 你的情绪出现了问题 你的心情变得不好了 你的精神紧绷 你身体的状况变得不好了 心态也随之变得不好 总而言之 就是你的身体不好了 其实人生是不是一帆风顺 日子是不是过得顺畅 很多时候取决于你自己 并不取决于别人 人生的考验 在于你如何调整任何时候不同的自己 你能够让不同的自己最终走向坦途 阅历也好 经验也罢 其实很多时候你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就已经战胜了所有 一个良好的身体只要去拼 只要去努力 你的日子不会差 也就顺了 所以啊 想要顺 那就养好自己的身体 那就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照顾好自己 冥冥之中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五 身体好了 好运来了 当你的身体好了 你的精气神就好了 你的精气神好了 你的好运也就来了 一个春风满面 一个满脸喜色 这样的人身体怎能不好 这样的人生怎能不好 很多时候啊 我们想怎样子让自己被命运眷顾 怎样子让好运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其实你只要做到一点就够了 那就是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当你有一个好的身体 其实你就有了资本 其实你就有了基础 你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缺 你缺的只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你有劲去拼 你有劲去努力 你有劲去拼搏 你有劲去奋斗 你越努力越幸运 你越幸运 好运将如影随形 诚然 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你的好运也会来临 好运来临了 一切就顺 一切就好了 珍惜吧 努力吧 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的身体 好人生 好命运 从此就此开挂 当别人开始疏远你 原因只有一个 别不知道 一 疏远一个人 原因只有一个 人这一生 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遇到不同的人 而人 始终都是在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圈子越多 越复杂 反而也不是好事 圈子越小 也不是坏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世界观 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三观不合 话不投机半句多 自然也相处不来 不是你疏远别人 就是别人疏远你 渐渐的就走散了 而在生活中 如果当一群人都开始疏远你的话 那么就不是别人的问题了 而是你问题 你要反思自己 才能及时解决好与别人之间的误会和矛盾 才不会让别人都疏远你 人生中 有人脉 有朋友 其实也是幸福 老话说得好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出路 当自己出门在外 遇到什么事情 身边有朋友帮忙 还是挺暖心的 所以 我们跟别人相处 一定有注意分寸 自己有要懂得做人 维护好跟别人的关系 你才能拥有好人缘 也有助于自己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 其实发生短 其实发生矛盾是不怕的 因为人无完人 可怕的是自己不会反思 而且不会为人处事 不通事故 那么可能就会因为自己的性格而得罪别人 让别人对你产生了厌倾 让别人对你产生了厌倦 就会开始疏远你了 所以当别人开始疏远你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你把人都得罪了 别不知道 二 分析别人疏远你的原因 反思自己 为什么大家原来相处好好的 别人就开始逐渐疏远你了 原因就是因为你都把别人得罪光了 所以个个都不待见你 都不想跟你说话了 就疏远你了 欢乐送四中 何敏洪他跟室友还有邻居的关系 闹到了冰点 室友和邻居都不搭理他了 他才意识到大家在疏远他 何敏洪被大家疏远却不自知 因为他太自我了 太自私了 只顾着自己 只会麻烦别人 从来都没有想过别人的感受 甚至也不会为别人着想 他首先是跟室友于初辉关系不好 两个人经常吵架 但是于初辉也没有跟他计较 关系也没闹到很僵 还是会相互帮忙 不计前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何敏洪不仅得罪了两个室友 而且还把两个邻居都得罪完了 甚至是他认为最好关系的朋友珍珍都不搭理他了 可见他的为人真的很差 当他遇到了坏人的之后 是珍珍一个人想办法帮他解决 而且还不顾生命危险去帮助他 然而他自己在房子里听到了珍珍在外面惊叫 却不开门 自己躲了起来 把珍珍一个人放在门外 对珍珍不闻不问 亏珍珍还帮他对付外人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会把别人置之度外 自己选择了躲避 平时还喜欢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中 指责别人 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 还爱多管闲事 明明知道是自己的朋友 还帮着外人 还对付自己人 和敏洪这样的人 终于都把所有人得罪光了 本来那一层楼 都是五个女孩子 大家一起相处挺好的 就和敏洪不会做人 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 不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说他单纯 又单纯到弃人 说他不善良 又爱多管闲事 他把这一层所有的人都得罪了 本来五个人有一个小群 但是最后 四个人又另外开了一个小群 故意不带他了 所以他被大家疏远了 因为他一遇到问题 只会对别人发脾气 指责别人 却没有跟别人好好沟通 别人解释他也不会听 而且也听不进去 还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得罪了所有人 才会疏远他 三 别人疏远你了 你该怎么办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舒服 当别人觉得跟你相处不来的时候 相处不舒服的时候 自然就不想跟你往来了 当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时候 大家都疏远你了 那么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要反思自己 不要总是得罪别人 再好的关系 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人与人之间 唯有懂得相互帮助 将心比心 换位思考 心存善意 真诚付出 这样舒服而自在 别人才会一直跟你友好相处 不会疏远你 你好 才是真正的好 莫言说 告诉你一个残忍的人际关系 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其实并不取决于你对别人有多好 而是取决于你的强弱 手上筹码的多少 人们普遍对强者比较宽容 而即便弱者没做错什么 也会被苛刻对待 就算你一味忍气吞声 往往也会被看成是廉价的讨好 深以为然 你好 才是真正的好 一个人太多依赖于别人 至少有一天残酷的现实 会让你品尝到更多的事态炎凉 人情悲欢 让你叫天天不灵 忽地的不应 欺软怕硬 是强凌弱是大多人的本性 所以 不要指望 有多少人对无限的对你好 除非你一直管用 事实上 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甚至不可能实现 与其这样 还不如默默地努力 让自己慢慢地强大 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你才会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好 许多之前想见见不到的人 说不定会主动登门找你 问寒虚暖 许多之前想做做不了的事 也会主动迎刃而解 让你心情愉悦 这就是生活 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一个人很多时候 埋怨社会的不公 怀才不遇 其实更多时候 是自己的能力 才华 还不足够的优秀 若是足够的优秀 肯定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 为你搭建平台 让你施展才华 就像诸葛亮一样 刘备伟请其出山 辅佐大业 不惜三顾茅庐 成为人间一段佳话 一个人的强大 不是靠嘴去说的 而是靠事情 靠实力展示出来的 增强实力没有更多的好方法 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 如此反复 持之以恒 不断接触于 想不提高都难 人其实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之分 当你实力强的时候 你就是好人 身边会有许多人围着你 当你实力不行或是倒霉的时候 身边藏得尽是小人 想听到一句关心的话都难 人生苦短 岁月无常 没事不要想太多 能够在繁杂的社会中 保持一颗静心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 然后坚定地去奋斗 让人生不虚度 少留遗憾 便是无悔而又幸福的 人生就此足矣 结束关系最体面的方式 不是好聚好散 而是以下三种一 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分手 看过这样一段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 秋刀鱼会过期 肉罐头会过期 连宝仙纸都会过期 令人痛心的是 感情也会过期 友谊如此 爱情也如此 二 去年的夏天 参加了一个老同学的婚礼 老同学是二婚 之前的妻子和他三观不合 三天一小吵 日子越来越乏味 终于走到了 曲中人散的那一天 同学的婚礼很热闹 宾客有二十多桌 就在同学和新娘牵手 走上舞台的时候 前妻冲过来 给了他一个耳光 悲剧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前妻骂道 请所有人看清他的嘴脸 一个连孩子都不管的男人 还有什么好人品 还有什么资格结婚 网上看过这样一句话 成年人的绝交 都是很安静的 没有争吵 原来 很多心灵鸡汤 都是糊弄人的 不切实际 不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怎么会分手呢 三 好聚好散 是万不得已的 托词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我和他早就散了 有这样积句歌词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敢给就敢心碎 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 在喝彩 留住泪声私利节 离开也很体面 没有谁亏欠谁 只有谁更舍不得谁 似乎多年以后 再谈起那个爱过的人 内心已经波澜不惊了 可是 所有的谎言 只能欺骗别人 骗不过自己的心 一句云淡风轻的话 背后掩藏住多少 撕心裂肺的泪 我们都是成年人 总不能带住悲伤 一直活下去 人 总要向前看 这是应有的理智 事实上 很多关系结束的时候 都会长久的余音缭绕 越是努力克制自己 越会再一次想起 痛不欲生的样子 还要拼命掩藏 四 一段关系结束 多半是这三种方式 曾经爱有多深 后来离开时 痛有多痛 张小贤在荷包里的单人床 李写道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 来来去去 不过三个字 不是我爱你 我恨你 便是算了吧 你好吗 对不起 能够算了吧 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但是要做到这一步 要经历无数次的争吵 要挣扎横掌一段时间 第一 闹得不欢而散 甚至反目成仇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有两个同学 还未毕业 就私定终身 他们相约在毕业后的第二年 就结婚 就在我们都等住洗酒的时候 这对同学情侣分手了 原因很简单 也很无奈 在校园恋爱的时候 两个人都没有经济上的压力 靠父母攻住 毕业后 两个人都要努力工作 并且走上了不同的岗位 对社会的认知 也改变了不少 女人想创业 男人要按部就班的生活 不同的观念 把感情推向了悬崖 最后 两人狠狠吵了一架 女人毅然辞职下海了 男人看住她的背影 默默转身 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 女人说了一句 太耸的男人 不值得爱 男人听后 立马反驳道 太要强的女人 打死也不娶 终于明白 成年人结束关系之前 一定会争吵 之后也会互相埋怨 难以解开心中的仇恨 第二 纠缠太久 太累了 不得不放手 两个人要好的时候 可以天天聊天 不能面对面聊 就聊微信 当感情变味了之后 聊天是不可能了 但是心有不甘啊 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 那对夫妻一样 离婚之后 前妻还是要纠缠 如果是有孩子的夫妻 必须面对一个事实 共同抚养孩子长大 离婚了不等于责任 全部消失了 两个人为了孩子的成长 要假装心平气和地商量 虽然每一次聊天都很累 但是不能断练 有些人在微信里 长期是一种死人状态 唯有需要他的时候 就会复活 具体的复活时间 没有人知道 一次次纠缠 真的很累了 那句好聚好散 就成为了借口 第三 经过撕心裂肺的痛 就忽然觉悟了 变味的感情 就像一根放在手心的针 你轻轻地拿住针 不会感到痛苦 你用力握紧拳头 针就会伤害你 痛到极点的时候 就放手了 针 应声落地 经历过聚聚散散的人 就明白 分开是很痛苦的事情 即便是内心很降大的人 在那一段时间 也会变得脆弱 内心要挣扎好机会 分手的场景 要梦见很多次 到了顿悟的那一天 其实是痛苦到了极致 是物极必反的效应 挽救了自己 五 成年人 一段关系最好的结束方式 不是好聚好散 而是顺其自然 也就是说 发展到了哪一个阶段 都可以随意 不管是争吵 还是互私 还是分手 还是分手之后的联系 都任其发生 不要刻意去阻止 一方面是你阻止不了 另一方面越要阻止 越会痛苦 我们嘴上说 分手之后 还能做朋友 其实是自欺欺人 分手之后 不做敌人 就是万幸了 从打算分手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明白 每个人都将开始新的生活 需要一刻不停地往前赶 冥冥之中 我们准备好了最坏的结果 到不同 不相未谋 从聚拢到走散 足以证明这一点 花开时 我们欣喜若狂 花谢时 我们随之凋零 如果 有一天 你开始嫌弃你的父母 做好以下事 一 卷手雨 在这个世界上 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最为浓郁的 父母宁愿自己穿得不体面 也要让孩子穿最好的 父母总是凑合着 吃一顿又一顿 却得知孩子回家时 为他们做最好吃的 在子女的眼里 他们成为了英雄 就像是一个超人一样 无所不能 可是 父母也是会老去的 随着子女的年龄增大 渐渐开始看清 父母也是存在许多缺点和短板的 如果 有一天 你开始嫌弃你的父母 请做好以下事 二 给予原谅 子女对父母的要求 总是很高 想要什么 让父母办到 需要什么 就交给父母 自己解决不了的事 丢给父母 可是 有一天 父母会老 他们总有一天 再也没有能力去爱子女 再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 一件小事 作为子女 别嫌弃你的父母 仔细想想 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 没有任何经验 所有子女 交给他的事 他都是一边学习 一边想办法 去解决问题 纵然 父母有些事 做得不好 只是 有没有想过 父母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心力 他的能力 直到那里 在父母的心里 他们何尝不想为子女 多承担点 多付出点 多做点事 只是 这世间的事 大多不遂人愿 父母为了子女 耗尽了一生 从心底 想给予子女最好的生活 想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 想替他们抚平 人生路上的创伤 想替他们填平生活中的陷阱 只是 永远别把父母的能力 想得太厉害 他们只是普通人 也有许多办不到的事 给予一些宽容吧 给予一些原谅 别再为难父母 三 承认父母的不完美 小的时候 我们常常觉得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渐渐发现 父母有许多的缺点 比如 父母与别人相处时 爱占小便宜 爱攀比 又或者爱斤斤计较 为此 有些子女便觉得 父母有这样的习惯 很丢人 从心底 开始嫌弃父母 排斥父母 不想与之有更多的交流 其实 在这个世界上 人无完人 作为子女 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不完美 可能 你说话时 很没有分寸感 你有啃老的习惯 总是消耗父母的钱 又或者 你爱说谎 生活吃不了苦 可是 不管是怎样的你 父母 却拿了一百分的爱 来爱你 即便子女 有再多的缺点 作为父母的他们 不曾抱怨过 也不曾 不管自己的子女 在子女 遇到难处时 依然会用心去守护他们 呵护他们 如果有一天 你开始嫌弃你的父母 请多想想他们的优点 多想想他们是怎么爱你的 人生路上 接纳父母的不完美 是一种修行 四 学会自省 在与父母相处时 磨合越来越多 矛盾越来越多时 不要一味的指责 是父母做得不够好 是否真正想过 可能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 在成长的路上 我们总是着急地 证明自己 想要摆脱父母的保护和呵护 可是 在人生路上 跌跌撞撞 生活动荡不安 回到家 原本想好好休息 却不想又与父母起了矛盾 起了争执 从心底 认为父母管得太多 局限性太大 可是 父母生活了大半辈子 他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 很多时候 嫌弃父母的背后 是想否定他们的想法 证明自己 也可以好好生活了 作为子女 认知力并不一定 真的已经超越了父母 有些事 父母可能看得更远 作为子女 不要一味地 嫌弃父母的笨办法 应该仔细想想 自己的身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学会自省的人 会走得更远 也能更好地 与父母相处 五 人生路上 父母终究会老去 当他们老了 别嫌弃 多给予一份理解 多给予一份宽容 曾经 父母是你的领路人 是你的守护人 当父母老了 也请你做他们的守护人 做照亮他们的人 人生一世 很短暂 别嫌弃你的父母 好好与他们相处 错过了这辈子 下辈子再也不会相遇了 优秀的人生 从远离这三个人 开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三观不同的人 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 不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会有高低贵贱之分 不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 不会有共同的语言 你和谁在一起 就是什么样的人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人都是相互影响的 古人有言 跟着好人学好事 跟着坏人便下流 你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决定了自己人品的高度 和优秀的人做朋友 看到的是他的优点 学到的是美德 传播的是正能量 也会让自己变得优秀 让自己的人生更上一层楼 而和没有品质的人做朋友 只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平庸 越来越堕落 优秀的人生是从远离这三个人开始的 一 远离负能量的人 人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境遇 都要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积极努力地去生活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能够反省自己 忏悔自己 从自身找原因 而不是消极颓废 恨天愿地 抱怨生活 抱怨社会 有一句话说 主观不努力 客观找原因 人生要远离负能量的人 负能量的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去抱怨 不是抱怨自己 就是抱怨别人 甚至抱怨父母无能 抱怨社会不公平 抱怨自己 没钱没地位 没资源 却不会从自己找原因 积极努力地去改变自己 你自己不强大 一切都白搭 烂尼巴福不上墙 抱怨别人正是说明自己的无能 人生遇到了挫折打击和不幸 一定会希望找人倾诉 甚至是同情 但一定不要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牢骚抱怨和逃避 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负能量的人只能会让你 越来越消极颓废 缺少积极进取的勇气 二 远离口舌是非的人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一个人的嘴就是祸福的门户 一定要有口德 是是非非的话 不要说 有关别人隐私秘密的话 不要说 造谣诽谤的话 更不能说 挑拨离间的话 更是不要说 沉默是今 闭嘴不言 有时候就是自己的福 有许多人喜欢八卦 对捕风捉影的事 津津乐道 甚至以讹传讹 造谣诽谤 这些不确定的话 甚至是假话 会给当事人带来无尽的伤害 甚至会酿成悲剧 所以对于别人的事 不知道真相 就不要胡言乱语 不传谣不造谣 远离是非恩怨之人 才是自己的福气 才会有心灵的清静 来说是非者 就是是非人 那些整日说人长短 被后乱嚼舌根的人 不是吃饱了撑的 就是别有用心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做朋友就是没有品味 甚至会给自己 带来烦恼灾祸 三 远离德性低劣的人 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 那些不要脸的人 不善良的人 德性有亏的人 损人利己的人 违法犯罪的人 一定要远离 千万不要纠缠在一起 甚至成为狐朋狗友 狼狈未尖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吃亏的是自己 甚至一辈子就完了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这个社会处处充满欲望和诱惑 自己的立场不坚定 在利益面前 在色欲面前 如果受到德性低劣的人引诱 就会落入别人的圈套 从此就再也洗不清自己了 甚至会越来越堕落 便得下流 甚至违法犯罪 人生堕落容易升华难 要想成为优秀的人 做人上人很艰难 但是堕落很容易 也许一念之间 就会堕落到罪恶的深渊 难以自拔 一个人的变坏 有时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而是因为所教非人 被那些狐朋狗友拉下了水 造成了一生的悲剧 如果戒慎恐惧 一开始就不要和德性低劣的人在一起 人生就是另一番天地 一个人的人品最重要 德性最重要 要享有优秀的人生 以上三个人 一定要远离 才是自己的福气 人活着 顾好自己就行 一 人活一辈子 与其操心别人的事情 不如顾好自己 人这一生 最重要的就是 把自己照顾好 过好自己的生活 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才是关键 人生只有一次 无法重来 我们要好好活着 少操心 少掺和别人的事情 先把自己顾好了 才是最明智的 人生是自己的 生活也是自己的 与别人毫无关系 我们要先把自己顾好了 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 你也不必去当老好人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要总是去做 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 自己的幸福就来了 人生 人生苦短 好好为自己而活 走自己的路 过好自己的生活 别人的事情 可以适当建议 但是不要 掺和进去 有时候 你干涉太多 反而会让关系 越来越差 少掺和别人的事情 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身上 顾好了自己 那么也能够给别人少带来麻烦 二 人活着 顾好自己 别指望别人 人这一生 始终都要学会靠自己 不要想着去依靠别人 你的父母会老去 会离开人世 你的兄弟姐妹 也会有自己的家庭 你的孩子 也是会有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其实对自己的生活 都是自顾不暇的 我们一定要好好 靠自己的努力去 改变自己的命运 把自己照顾好了 那么的父母 也感到欣慰了 你的手足 也替你开心 人活着 不要总是想着别人能够帮你多少 所谓家人 朋友 亲戚 不过都是人生的过客 无法陪伴你一生 你一生中最亲的人是你自己 唯有靠自己 你的生活才有底气 有一天你始终都会明白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 你遇到的所有人 都不过是匆匆过客而已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 那尖闭的一家唱着流声机 对面是弄孩子 楼上有两人狂笑 还有打牌声 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人这一生 你始终都无法得到别人对你的感同身受 因为别人不是你 没有经历过你的人生 根本不会对你感同身受 人与人之间的悲喜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或许你经历了天大的事情 但是在别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你的感受 你的压力 你的情绪 你的悲喜 终究还是由你自己去消化 成年人的世界 理解是意外 不理解是常态 你先把自己顾好了 比什么都重要 不要指望别人理不理解 四 人生最简单的事情 就是顾好自己 人这一生 最重要的就是顾好自己 别人的生活过得很奢侈也好 过得很穷困潦倒也罢 我们不是神仙 无法普度任何人 你先把自己照顾好了 不给别人添负担了 就是最大的照顾 有的人 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好 就处处给别人的生活当嫁衣 而自己的家人 却跟着自己受苦受累 自己却在别人面前当老好人 这样的人 其实才是最不理智的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要有分寸 尽自己能力就行 而外人跟自己的家人比起来 当然是家人最重要 先把自己的家顾好了 你才好去顾别人 都没有人会说你 顾好自己 其实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只要自己过得好了 那么也不用指望别人来帮自己了 人这一生 你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好 一切才会好 你要顾好自己的工作 不要强出头 稳住自己才是关键 你要顾好自己的家庭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顾好自己了 少操心别人家的事情 自己也能够得到清静 总之 把自己照顾好 才是此生最重要的事情 来自立的行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